兄弟们,今天我得帮巴铁兄弟一个忙 这是李布,也是我通过刘浩认识的好朋友 今天他来家里玩,问我能不能用我的账号给他发一个视频 原来是这兄弟结束了上一份工作 现在重新再找一份翻译的工作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推荐 因为巴基斯坦找翻译的工作 一般通过两个渠道 第一个是自己认识的中国人和同行的朋友 大家一起推荐推荐 或者是朋友推荐朋友打听打听 还有一种呢,是通过翻译群的方式 就是干这个行业,他们也会互相的建群 相当于第三方平台的招聘 通过互相认识的关系来推荐巴铁兄弟 相对来讲,工资会高一些 通过第三方的群,工资会低一些 但是不是说熟人就杀熟 通过朋友介绍的来讲,信任度会高一些 合作起来会更加的紧密 各有各的优点,都是正规途径 这边的薪资是有两种情况的 第一种呢,是在巴基斯坦本地的孔子学院 学的汉语,6万卢比左右 第二种呢,是在中国留学这样的翻译 工资可能会高一些,一般在8万卢比左右 在中国呢,上过学,它的汉语肯定更精通一些 对中国的文化也是更懂一些 但也不是绝对,一般情况下讲是这个逻辑 还有如果不是纯翻译的话 工资可能还会涨 就比如说管理更多的人,懂得更多的技术 或者是办事的能力特别强 这样的工资可能还会再高 一个月10万到20万卢比 甚至比这个20万还要高 下面让李布给大家讲几句 觉得中国话说的没毛病的 点点赞,分享分享 大家好,我是李布,我今年25岁 我喜欢中国,也深爱着我的国家 非常感谢大家